张俊宁的导演男友柯文立 八日率领默杀《无声之地》的演员们 一起出席记者会 之前一度传出电影 是由张俊宁出资拍摄 今天导演被问到此事 回应是相当幽默 假设说如果他投钱的话 他现在赚爆了 他赚很多钱了 其实是没有的 我不知道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那如果有的话就是恭喜他 他赚爆了 削爆了这一把 澄清完景源仪式 大家也很关心他们小凉寇的感情 很好啊 很好 这边有关头的感情 还好吧 我觉得都是顺其自然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吧 然后我觉得也很正常 就是建立从友情开始 然后就是慢慢地发展 然后一起交往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只是说因为我们可能是做电影的 然后可能被关注得比较夸张一点 但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对 媒体都乱爆 就是也是很 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 就是说就是 就是互相认识嘛 认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吧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顺其自然吧 以结婚为前 那你呢 你如果 有有 我的一件东西 结婚为前 对 结婚为前 对 想知道导演那种 对 对 我觉得每一段的恋情都好 当然我们都是很重视嘛 那很重视当然就是 就是 就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呼吁大家 也都是很认真的 谢谢我们就是处理每段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